根据美国白宫官网的消息 针对中俄领导人签署的 关于2030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一事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22号在记者会上称 美方不支持任何阻止国际社会孤立俄罗斯的做法 不支持任何振兴俄罗斯经济或者使其更加健康的努力 也不支持任何为俄罗斯继续屠杀乌克兰人提供便利的做法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中俄元首共同签署的2023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 是对下阶段两国重点领域合作做出的顶层设计和规划部署 中俄关系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 双方开展互利合作造福于两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 这是坦荡的君子之交与美国大岛霸权霸倒霸凌 拼凑封闭排他自私狭隘的小圈子形成鲜明对比 乌克兰危机问题上 中方一贯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粗谈 始终坚定站在和平一边 站在对话一边 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我们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反观美国不仅拱火交游 还阻挠别国劝和促谈的努力 用心何在 我们也注意到这个TikTok公司的有关表态 我想强调的是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 并依法保护数据隐私与安全 从来没有也不会要求企业或个人 以违反当地法律的方式为中国政府采集或提供 位于外国境内的数据信息和情报 美国政府迄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证明TikTok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却一再对有关企业做有罪推定和无理打压 我们也注意到有美国国会议员表示 寻求禁止TikTok是仇外的政治迫害 美方应当切实尊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 停止无理打压别国企业 为各国企业在美投资经营提供开放 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味道马上升级 它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呢矿物质远高于鱼翅啦 燕窝之上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带把CTI627就可以享有 折扣优惠哦